指导员牵着参赛名犬 从动态到静态 要让评审看姿细 因为这是一场毛小孩选美赛 姿细梳枕 修剪力求体态 毛色姿势完美 会场中的犬种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评分标准包括每姿每疑 动态走路等 以犬种不同 评分也不同 拉不拉多 它是属于救生犬 像水桶腰啊 特征 不是说像我们米格鲁尾巴 要往上翘 那后面要有一节白色的 追捕猎物的时候 做一个白色 那个猎人才不会打错 国际名犬分十种犬种 参与选美赛 对于犬种身价有所提升 若是数量稀少 血桶纯正都是加分 像美国可卡犬 一般级价位在七到八万 赛级可增加到十万 萌萌的比熊犬 赛级身价也有十万 至于萨摩尔犬一般级落在五到六万 赛级的话则增加一倍 虽然名次固然是有因 但四组都认为自己的毛小孩最美 这些当然是会帮狗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价值性 自己喜欢的是最有价值的 我们养狗如果有繁殖 它可以做为我们带来一个利润 145只名犬尬美 不论是国际名犬 还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犬 让爱狗人士大饱颜服 黄金猎犬跟着指令跑过镜头 这一场选美赛中 狗狗是主角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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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皮脂了 但教练引导群之进场 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升任的 狗要暴冲的时候我们会收短绳 然后它跑稳的时候我们会放长绳 像这位杨先生 原本因为养狗后来进修 已经成为初阶指导手 追门行业年薪大约42万 未来收入主要是靠比赛 狗四组会包红包 行情大约2000到12000不等 必须考取证照 谈起工作最具挑战的 就是摸清每一只毛孩的个性 一个狗它有不同的个性 然后个性的话 你要去想办法去了解它 亲密抚摸狗狗 其实这些动作 透过狗教师做出来都别有异议 另外指导手还分为三种等级 A级最高阶 大中小三种体型群之都要通过考照 而B级则是拿到其中两种类型群之 C级属于最初阶 还有人从狗狗老师扩大规模自行创业 一个员工大概可以训练六到八只的黄金猎犬 但是就是一定要分开训练 训练犬只的学费一个月大约一万八 但只要让爱犬变美 身价提高 四组花钱可不手软 致力锁定毛小孩商机 百万年薪不是梦 三连新闻王子瑜张俊东 SM小组台中报 MING PAO TORONTO